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台北国技书展邀请台北市长柯文哲 于今晚城市CEO讲堂主讲白色的阅读力量 柯文哲说 学问有四个境界 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 也就是学问已转化为自己知识的直觉反应 他鼓励年轻学子 如果不要要考虑出路 其实读书就读自己喜欢的就好 不过有学生问如果家长反对怎么办 他回答如果结果可以承受就反抗 柯P盘白色的阅读力量 认为学问四个境界 最差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然后知道自己不知道 学习之后知道自己知道 学习内化到最高境界 所有知识变成直觉 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反射反应 柯P说 读书最重要的是要能改变人生观 他在留学时学到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如何让自己不断进步 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可能过时 知识的本体不太重要 重点是不断进步 柯P说 人生的结局有两种 一种是插管 另一种是不插管 不过最后都会死掉 所以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最重要的是要认真 但如果自己想读的书跟父母期待的不同 他认为可以反抗 但反抗过程中还是要搞清楚 结果自己能不能承担 柯P坦诚 他的大专联考志愿表也是柯霸田的 以色列驻台代表有亚许作 赠书给柯文哲中 意外语书展主题 国策划总监也是前台北市文化局长 谢佩妮同框 记者林美学社 柯P逛书展 关注毛泽东 记者林美学社 柯P在台北书展开 讲人气豹漫记者林美学社